撒姆尔记上第十六章 耶和华对撒姆尔说 你为扫罗悲哀要到几时呢? 我已经弃绝他做以色列的王了 你把高油盛满了脚 然后去吧 我要拆派你到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 因为我在他的众子中 已经预定了一个为我做王 撒姆尔说 我怎能去呢? 扫罗听见了 必定杀我 耶和华说 你可以带一头母牛毒去 就说 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 你要请耶西参加献祭的筵席 我就会指示你当做的 我指示你的那人 你要为我高丽他 于是撒姆尔照着耶和华的话去行 他到了伯利恒的时候 城里的长老就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 说 你是为平安来的吗? 他回答 是为平安来的 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 你们要自节 与我一同参加献祭的筵席 撒姆尔使耶西和他的儿子自节 邀请他们来参加献祭的筵席 他们来到的时候 撒姆尔看见以利亚 就心里想 在耶和华面前的这位 必是他所要高丽的 但耶和华对撒姆尔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高大的身材 因为我不拣选他 耶和华看人不向人看人 人是看外表 耶和华是看内心 耶西叫雅比拿达在撒姆尔面前经过 撒姆尔说 这也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 耶西又叫沙玛经过 撒姆尔说 耶和华也不拣选这个 耶西叫他的七个儿子 都在撒姆尔面前经过 但撒姆尔对耶西说 这些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 撒姆尔问耶西 孩子们全都在这里吗 耶西回答 还有一个最小的正在牧羊 撒姆尔对耶西说 你派人去把他带来 因为他没有来到以前 我们绝不入席 耶西就派人去把大卫带回来 他面色红润 眼目清秀 外貌英俊 耶和华说 就是这一个 你起来高立他吧 撒姆尔就拿起成油的脚 在他的胸掌中高立他 从那天起 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 后来撒姆尔动身 往拉玛去了 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 有恶鬼从耶和华那里来惊扰他 扫罗的臣仆对他说 看哪 有恶鬼从神那里来惊扰你 愿我们的主 吩咐你面前的臣仆 去寻找一位善于弹琴的人 从神那里来的灵 灵到你身上的时候 他可以弹琴 你就好了 扫罗对他的臣仆说 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 带到我这里来 有一个仆人回答 我见过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 他善于弹琴 是个大能的勇士 又是个战士 谈吐合宜 容貌俱美 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于是扫罗派遣使者去见耶西说 请你叫你放羊的儿子大卫 到我这里来 耶西就牵来一头驴子 铺上饼 一皮带酒 和一只山羊羔 交给他的儿子大卫送给扫罗 大卫到了扫罗那里 就势力在他面前 扫罗很爱他 他就做了替扫罗拿武器的人 扫罗再派人到耶西那里去 说 请你让大卫势力在我面前吧 因为我喜欢他 每逢从神那里来的恶魔 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 大卫就拿起琴来弹奏 扫罗就舒服畅快 恶鬼也离开了他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